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飞鸟进梁工藏 敌国破 谋臣亡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每一代王朝的建立都无不印证着这个真理 毕竟王朝建立之初 帝王生性多疑的天性 决定了他们怀疑身边的每一位大臣 夺取他们来之不易的地位 为了巩固政权 谋杀大臣的事件并不是不能够完全理解 但是刘邦所做的行为 完全让专家和世人不能理解 刘邦在临死前 他竟然要秘密的处死一个曾经救过他性命的人 这个人便是凡快 朱杀他的理由十分奇葩 完全只因为凡快的一个身份 对于凡快很多人应该都比较熟悉 项羽的红门宴上 就是这位凡快冲上宴会 冒着生命危险震涉住项羽 这才使得刘邦能够顺利逃走 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但这样一个忠勇之人 最终还是逃不过被猜疑的命运 刘邦临终前最为担心的就是凡快 作为吕智势力当中的重要人物 刘邦找了各种理由将异性诸侯王朱杀殆尽 对于吕智的猜疑也愈发加重 由于他所宠爱的七夫人 并不具备和吕智一较高下的能力 他喜爱的儿子刘如意也尚未成年 这些原因使得他对吕家乃至凡快的猜疑越来越重 刘邦担心自己若是死了 凡快会对七夫人和刘如意下手 这一原因外 凡快在军中的威望很高 万一意图谋反 由是子孙并不会是他的对手 况且凡快虽是一见五夫 但他的心思却极为缜密 其野心和智慧都被掩藏在了促虑的外表之下 为了让自己的子孙能够安慕地守住江山 刘邦在死之前 还是下令让陈平除掉这一祸患 但陈平畏惧吕后并没有听刘邦的话 凡快也因此减惠了一条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跟大家努力 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